100.07年第四次健康促進學校國際認證 為了將來各議官第四次核種的學校 並且結合中央和地方共同推動健康促進學校 今天上午在普築國中 辦理各議官迎合第四次健康促進學校國際認證 近一種的學校 甲拜丹麗以及社区提供學校 丹麗的學校在普築國中合唱團 跟其隊以及國學團的營餅和客當中開市部 甲拜議席由各議官長翁莊 衛生福利部各民健康促進學校 王英偉 跟教育部各民以及學前 教育促進學校國際認證 各議官總共有11間學校 文伯海底人當中以及其他中行 是這次認證活動的全國最大贏家 而且年來總共有7間學校協定金一種 也是全國域館 今天在普築國中 那特別健康促進國際認證 那嘉義縣得到金子獎 那這次得到金子獎的 還有我們的民雄的前一波國豪 那唯一的一個國中得獎 就是我們的普築國中 那嘉義縣在這一塊 可以說在歷年來表現都非常好 那得到很多中央長官的肯定 那也到國外去 那參加這個相關的單位的活動 來宣量嘉義縣 有關於健康促進的這一塊 那實際上大家知道 那整個的健康的養成 跟健康的促進 很多需要在國小跟國中 去養成習慣 那嘉義縣所有的很多的師生都很努力 那針對這個大家健康的這一塊 大家都很努力的在做推動 而且又能夠得到國際認知的金子獎 那我認為今天身為縣長 特別來這邊跟他們恭喜 那也認為嘉義縣的 這個學校非常認真 那我想他們的學校的認真 養成的學生的習慣 是他們一輩子的資產 所以我非常支持這樣的活動 我們希望嘉義縣繼續來努力 本廠文章梁表示 我正關乎這集推動 國際 美學 組織 品格 激動 健康 町町作為六大教育市場主庭 特別是激動教育以及健康促進 等於以來就是關注推動的重點 嘉義館今年有迫住國中 以及設保護秀 核種 禁接種 竟是全國唯一的種的國中 健康的養成以及促進 都需要在修學國中就養成習慣 和儀館的屬性都針對這個 貨車監督的努力來推動 並且得到國際認真的健康 健康是一世人的祝賛 希望官民可以繼續來努力 這集賢博恩 終於來行 破竹期 採恐播燈 所以師傅 印度賣